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36分 家群指数跌了125点 今天又是跌得很重 连跌三天了 三天下来跌了400点 好重的一个行情啊 所以川普真的很可恶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的话 那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做得出来 那也不值得人家去相信他 你看光是一个再加税的动作 光是一个再加税的动作 推翻掉之前在G20的协议 造成不是台北股市而已啊 全球股市一下子就压垮掉 礼拜四跌了92点 礼拜五182点 今天是125点 撒钢多戏罢店 三天就400点了 那其实以这样的现行来看的话 也不用多讲啊 这个多头已经破坏掉 在这一根的时候 在礼拜五这一根的时候 整个多头现行已经破坏掉了 所以行情对错 我们要面对了 那其实你看这一波 我算给大家看哦 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这波下跌19天 这波下跌19天 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02526 27282930 3323333536 373839 这是第三十九天 跌19天 涨39天 其实依照时间周期来算的话 在这里已经是一个结束 第三十九天这里已经是个结束 那只是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利多 比如说美国要降息 美中贸易要谈判 而且谈判之前 大家一直在放利多 所以那种环境之下 如果他撑在上面 再整理一个19天 那后面行情有机会再往上冲 所以当时大家市场上的看法也不会 也没有那么坏 加上一直维持在上面在做震荡 所以这次会整个崩下来 最回货手 就是川普 就是川普 如果没有川普去做那个动作 9月1号要加税10%的动作 这个行情撑在上面 再撑个一个多礼拜 就会再往上冲 那当然现在事情发生就发生了 骂也骂了 那再来就是要面对 前一次是手半捏线 上来 这次半捏线破 直接来到捏线 直接来到捏线 捏线这里就变成是一个最后的防卫 如果捏线再破下去的话 那就会不好看了 可是纵使链线守住 这里也只是反弹行情而已 也只是弹高让大家逃命 让大家减码 后面还是会再下去 因为整个趋势已经改变 已经形成了 所以自己要小心 那这里链线守的机会 有没有 当然还是有 因为链线它是多头最后的一个防线 也不是说说破马上就破 破了赶快拉回来没关系 那今天我们护盘的动作 今天护盘的动作还是有啦 你看从台子期的部分就很清楚 今天台子期只跌90点 加全跌125点 你看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期在11点半就已经落底了 开始慢慢上来了 大盘11点半过后还在破底 那为什么用台子期去做护盘 因为今天卖压太重了 今天个股的卖压太重的时候 你要去从个股护 护不完啦 所以事两颇尖轻 从台子期下去买 下去护 那个用的钱最少 达到效果也会最高 今天包含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一开盘就很强了 开盘起了80块 可是撑不住啊 售盘只跌15块钱 大力光算了已经很重啊 可是大力光的墙 撑不住个股的卖压 大盘还是一直下来 可是大力光有在撑 代表这个市场 其实是有一股力量要撑这个盘的 所以明天年限 要所谓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年限要所谓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可是我还是要说 纵使年限手弹上来 有盘起来的 那顶面这个已经不够了 10700上面已经不容易再过了 有弹上来 逢高你还是要减码 逢高你还是要减码 尤其什么 尤其是业绩烂的 长太高的 这很多啊 你看这整个崩下来 长那么高业绩又很烂 最近崩最小就是这支 创意 创意 练三两天 最后的拉台 业绩也没有比较好 那其实早就知道了啊 你看第一季0.77 第二季又跟第一季 业绩又小幅度的下滑 业绩下滑所以 本来就顾得出来上半年就有大概一块半而已 上半年一块半 你勾给200几块 270几块 这一定滑的啦 这种 像这种股票有弹上来 又端起来 230块240块 挖起来也是空啦 挖起来也是空 我的意思说 接下来如果有弹上来的话 涨高的 业绩差的 你一定要减码 趁如果有弹上来的时候 如果有 黏性有所住有弹上来的话 只要弹上来 业绩烂的 涨太高的 比较好 8086 对 红杰科 建一根啊 这个业绩也是很烂的啊 业绩也是很烂的啊 一直衰退 第一季才0.14而已 第二季稍微有好一点点 可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上半年只有几毛钱而已 这也是都会滚在的 从这座股票的换团要快走 我这两天特别在家里整理了一下 35档财报地雷股 35档财报地雷股 其实每年遇到 第一季财报 半年报 第三季财报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你记不记得当时在4月18号 第一季财报 要再发布的时候 我也是出了40档地雷股 那这次是半年报 只是他这一次 因为川普的关系跌得有点快 跌得有点快 可是跌快没关系 方向只要一出现 趋势只要一出现 该怎么做 你要赶快调整你的脚步 不能一直 执意的 要跟四行对抗 这样就不行 这35档地雷股 我今天在传稿上面 全部会提供给我会员 这35档一定要避开 甚至于有弹上来 卖点到都可以空 这35档都是夹着很败的 业绩很差 股价涨太高的 那有些已经跌了 现在就不要乱砍了 现阶段剩下什么 剩下 除权行情的股票 剩下业绩好 股价很低的股票 你看这些行情 今天我们股票其实都还不错 一整天都还红盘 最后掉下来224 224我们是买225的 也没什么数量 6456GIS 今天也是去的 6488环球金 今天也是很稳 大盘一直在 也都很穩 2612 你看今天我们股票 也是很强的 7帮今天也是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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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股票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买底部GEO股 6147奇邦 3317尼克森 这个都是很 都很强啊 6669微影 没掉 刚才卖还是傲卖 所以我说 刚才卖还是傲卖 6670复生硬用 那你卖很漂亮 你看6669微影 我从300路讲上来 参加储拳 300到15微影 上礼拜 法人一直在出报告 有的人划到45 有人划到55 划45 划47 都用划的 我上次没有跟大家讲过 我认为有那个价值 可是不一定现在会来 法人说的目标 你要去思考 不是听了 就很嗨 就去追 你要去思考它的可能性 是碰巧的 还是真的有可能 那有可能是现在 还是未来 你看你也不回首动啊 我还是虽然一直喊 越喊越高 我同样的375 没得再讲啊 今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像375啊 等低 因为指标很高了嘛 不要急等低一点嘛 等低一点来求嘛 等低一点来求嘛 我认为你要做 你跟我做嘛 6670复生用也是啊 你看我对105开始讲的 105一路讲 讲到204 我109就是没 109就是没 109就是没 出完全之后 170买 182卖掉 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所以会进你要会出啊 可以买你还是可以买 你看现在 大力光间强 因为明天要除息了 现在剩下除息的股票 明天大力光要除息 六十八块 六八块钱 还蛮多的 可是以大力光来说 搞不好一天就填掉了 因为大力光行情 一天一两百块都进行的 六十八块明天 当你補掉 肯定是很高啊 所以明天大力光如果去填息 那对于大盘 就会有带动的效果 你看二四九二华新科 买很强啊 大盘射到这样 大盘射到这样 很强啊 早上还181 你看我168买的 183 181 这三天大盘楼四百点 他也很厉害啊 礼拜三要除息的 二四九二 二三二七国聚 也宣布八月二十六要除息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 成交量多出了两倍的成交量 所以只要有 价格很低 有除全除息的 这个短线上也会有涨的机会 3317尼克森 今天也是开出高盘 八月二十六要除息 0.7元 0.7元不多 我今天看了一个报告 我觉得还是蛮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AI跟5G AI跟5G 对于功率的部分 会增加两倍的强度 那既然功率 增加两倍以上的强度 那么在MOSIFIT的部分 会增加三到五倍的需求 这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尼克森 夜继续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新高 杰利连续两个月 现在开始进入旺季 除了今天的旺季以外 未来三年之内 对于MOSIFIT的需求 会有三到五倍的增长 所以这周历要注意哦 MOSIFIT你要注意哦 那这里面 尼克森 因为从60下来 位阶很低 所以这看安全 这个比较安全 然后五倍九九节力跟大中 因为担价比较高 波动政府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一百块钱买一百二卖掉 我暂时就不碰 等它再低一点 等它低一点 MOSIFIT这一组 未来三年都是很重要的族群 你要注意 嘉哲也是一样 你看它为什么这么强 大盘路四百点在那里 那有几乎 我们购买的 二百二十三买的 二百二十三买的 二十四 我要赌钱买 要赌钱买的 要赌钱买的 所以如果参加除钱十六块钱的话 221剩多少 剩一百一三块 大概一百 一百一三一百一 两百一三两百一四 两百一三两百一四 现在两百二十四 我们都贪一几块钱了 对 我们都贪一几块钱了 那除完其之后 二百二十五买 大盘路四百点 那不是在那边盘啊 今天早盘二百三十块 也还贪五块钱了 老实有说 买底部GEO股就是这个原因 安全 股票涨的时候都很简单 大盘在起 算不购买 贪钱都尽上的 重点在当大盘 在跌的时候 你的股票防御率够不够强 这才是比高下的时候 你看佳泽底部才刚打出来而已 尤其我跟大家讲过 每年六到九月 每年六到九月 都是佳泽多头的一个攻击时间 现在 现在今年又是六月 这是因为最近大盘不好啊 你把还原钱资也会增强在啊 随时又上当 随时又上当 现在指标修正已经差不多了 好 指标修正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像我一样 专门找这种底部GEO股 安全安心啊 2612 中行 哇 现在很强啊 也是很强啊 你看中行 我们也是在起场的时候买的 参加雏拳 填拳 喷出 喷出之后四十块钱卖半 那要知道大盘会这样子 全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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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分大 willing 虽然都还赚钱啊 可是我跟大家讲哦 这个时间快到了 两天之内 中行会出现反转了 要注意哦 两天之内中行会出现反转了 六月四十七榚 哇 正确我以后股票好 visitors 大盘叠成这样子 股票edge boss 录 топ录有些什么 业绩很好 价格很便宜 七榜我从此开始说的嘛 对 这里有跑掉一半 除权钱来到68 3块半 所以3块半 56块的3块半 存52块半 身份存52块半 现在还在这1块的 还贪10块钱 还赚了快10块钱 大概还有两成 那目前打回到这个平台 60就是底部 现在把人目标都喊到90元以上 我觉得有啦 会时间最没那么快 因为今年虚拟货还是缺货 现在开始进入营运旺季 今年都有人过7块 有人过8块 不管7元8元 这个后市都还是会再涨 60这里打底 打完底就再上来 所以如果说你的持股是属于 那是我们这样的标的 你就不用怕嘛 你看到股票 几乎天天都 天天跟大家谈的 也不避讳啊 大盘天成这样子 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2439美律 差不多哦 时间就在这两天哦 就在这两天哦 连线只要一站上去 就是反转确立 所以像我一样找这种底部具欧股做就对了 国际华星科刚刚跟大家谈过了 好环球晶 今天环球晶也是很稳 环球晶跌两块半 算少啦 算少啦 大盘射到这样啊 原本都还一直在红盘之上 我先看了一个报告 花旗出的报告 美中贸易战 日韩贸易战 台湾两家公司最大收费 一家台积电 一家环球晶 所以他建议这两只股票 可以做长期性的投资 这是花旗出的报告啦 给大家参考 但明天 环球晶要出财报 这个财报应该九成是利多啦 应该九成是利多 所以环球晶本益股票十倍而已 中股票也是指标型的股票 提供给大家注意 那这35支财报地雷股 35支财报地雷股 我今天在传稿上面 会提供我的会员 这35支运率都不可以碰到 有的快闪开 要放空的 等大盘弹上来之后 这35支都可以空 都是业绩很烂 股价还在很高的位阶 接下来是35档 很危险 都有大跌的机会 会员今天晚上传稿的部分 会提供这份给你们 请用心看 我们的服务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